七十二來的小貨車通過路口 一個偏移正胎車大失控 撞上安全島後 側翻倒地 看見貨車自撞反覆 對象有熱心民眾上前協助 意外是發生在中午的一點左右 駕駛一四床燈強快過路口 但這時橫向的機車已經起步 駕駛為了閃機車失控打橫 先撞安全島 掀起煙磚後 側翻橫躺 占據兩個車道 有車子 是否有闖紅燈 或者是搶黃燈 目前還在調一間日記 張信的貨車駕駛有喝酒 酒測值0.15 他說他早上六七點時 在市場內的雜貨店 喝了啤酒後 準備返回果菜市場 卻在中山路一段 自撞翻車 哪裡就扁在那兒 我們就去看 就是一個人在那邊 我們就是整個合理把它拉出來 這個出路口設計不好 紅燈設計不好 幾乎常常有 幸好當時因為紅燈 飛上車道沒有其他車子 貨車自撞翻車 沒有波及其他的用路人 駕駛也只有輕微擦傷 但他救駕照市 被依公共危險罪送辦 接下來陳初衛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